关中平原上一个年尽其心的了兵断了一条腿 那是在进攻邯郸的一场恶战中 被扔下的石头砸断 拖着一条残腿 他在编织军队所需的大量的藤球 这种球填上柴草和黄油以后呢 就能工程的一个大火球 这个老人除了编织这些藤球的任务 他还有一个任务 就是耕田 重粮食一共军需 每天这些大量的劳作是他的日常生活 但是他还有一个晚上更重要的工作 那就是跟村里很多适合生育的妇女去配种 因为这个国家急需人口 大量战死的数据从各个前线报道 村里能动的男子基本上都去支援前线 而这个老人因为断了一条腿去不了前线 留在村里 他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但是对年近七旬的他 70岁了 配种那个工作不是在这个年纪适合干的 心有余而力不足 正好这天一个被贬为数人的王子 经过村里 他要奔赴前线 老人也发现了这个年轻人 如获至宝 求他一定要多留几天 不要因为我是浇花 而联系我 等到他就晚上干活呢 这就是大清帝国的文化 秦国几代人上百年的时间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他们的日常文化 但同时的山东大地上 齐鲁文化在这里推广 老人是老人 孩子是孩子 孔子是孔子 他们在耕作贩卖日常生活用品 他们过着好像那种想象中的普通生活 等到刘邦夺取天下之后 他吸取了以前战争那种残酷 文帝 景帝 几代皇帝 从皇老之术 无为之治开始 中国的人口开始成倍的增长 短时间到了三千四千万 这是一个历史的高峰 但是到五帝开始 战争在起 民不了时 为了战争 为了士兵 为了人口的需要 五帝推广的政策 15岁的人 必须出现孩子 一共国序 后来降到14岁 甚至开始鼓励13岁的都要去生育 如果这时候的孩子 适合生育的 不去执行生育的话 他的父母甚至亲戚 都要受到处灭 都要有罪 这是西汉人的生活文化 往往开始执行新政 现在看来他的新政是好的 也许对人民的是好的 但是短时间内 他的权被刘秀夺走 那么他的新政就没有办法推广 到了近代的毛时期 他为了实现自己解放 全人业的理想 为了组织三亿人的部队 他开始往死里鼓里生 生孩子 添个人口添口 短时间中国的人 从四万万五千万 变成了十亿人 但是到了一个姓邓的 接管政权以后 他觉得人口太多 是个麻烦事 就开始执行了计划生育 谁家生孩子 生孩子多 就是犯罪 八家连坐的罪 当时的文化诞生了 很多超生游截队 诞生了很多 去执行计划生育的官 被杀死 多少家破人亡 多少民不聊生 这也是当时的文化 是计划生育 那个过程中的文化 什么是文化 这些都是文化 我们不谈什么是文化 大量的文人 比如钱中书 刘永台 很多的文人 都在写了大量的书 告诉你什么是文化 我们的文化是什么 我们有先进的文化 我们不谈文化 我们谈文化是怎么来的 文化是一个 演变和演进的过程 甚至有突变的过程 它和基因是一样的 生物学上和文化学上 都有基因 在文化学上 有一个词叫模因 他们的演化是一脉相承的 模因也就是一种模型方式 一种生活的 人群生活的一种模型方式 所谓基因 就是天然生物的遗传下来的 那模因呢 就是文化的模因 就是文化 是集体互相影响传染的 我觉得我们基因这个东西 和模因这个东西 很多时候是相通的 基于在哪里 在生物学上 它是一个渐变 突变的过程 生物学上也就是 逐变演化和渐变的过程 基因的突变 在这个突变上 在文化上也有突变的这个过程 在远古时期 人类社会没有形成 庞大的团体之前 它肯定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它不断的适应中 适应生存 你不适应这个大自然 一个小团体不合作 一个小的部落 无法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存 一切的行为模式 都遵循大自然的环境的演技 也就是说 居住的文化 居住如果算一种文化的时候 那么黄土高原 驻窑洞 南方驻吊窑楼 这都是因为适应生活环境 所必须的 这就是一个人类生活 渐变的过程 但后来我觉得 后来的人类 人类社会形成了 大的一个团体以后 这就是开始的一个突变 相对来说 很多时候 就是一个集权 集权社会 一个集权的团体 掌权者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 对社会一种引导 甚至指导 他告诉别人 你怎么活 比方说吧 秦世皇当时 他为了是要统一全世界 为了早六合 他必须拿出一套 商鞅面法 这个东西呢 到了汉武力的时候 为了思想意识的统一 为了统一思想 他就开始独尊如书 就像后来 有的那个 马列毛主义一样 毛泽东思想 都是这样子 是掌权者 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 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执行的 形成了我们 所有的文化 近代社会上 很多的社会文化 都是掌权者 都是一样的 他们根据当时的很多情况 加于诱导 我们怎么样的生活 我们生活是什么样 都是被社会诱导引导 适当的社会环境 当然也会适当的保留 很多当时的环境 比如商鞅变法 它就适合秦那块野蛮的地方 在齐鲁大帝上 它可能没办法生存一下 当然也有突变的一些过程 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可能当年 如果扶苏 没有被刺死 他留了个心眼 跟着蒙田 带着大兵 回到了咸阳 那后来的刘邦 也就不会出现 后来的项羽 也不会出现 秦朝可能再来个几十年 上半年 都未可能 如果没有当年美军的轰炸 那我们今天的样子 是什么样子 这些都是不可能想象的 这个过程可能就是基因突变 一个社会魔音在突变 没有适当的环境被淘汰 比如说 王安石当时执行的心法 他的心法对当年的环境不大适应 就被人唾弃 后人还骂他 责备他 其实看看外面的世界 欧洲中世纪 几百年的失军中 那么多人带着军队 都是国王要带着 那些公爵要带着 出去打仗 其实都是被教皇忽悠的 所到之处千里交土 兵即匪 匪即兵 这些十字军 抢劫的更多是自家人 而不是别人的东西 他们制造了多少 那些残酷的所谓的文化 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 创造了文化 这是一个伟人说的 但是人民群众创造了 什么样的历史 什么样的文化 谁告诉他 你去创造历史 创造文化 谁同意他去创造历史 创造文化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关键点 也许我们活在一个时代中 一个时空的通道中 我们知道因何而活着 我们的身体也许跳不出当前的通道 但我们的灵魂也许可以跳出去通道去看看 我们改变不了一个时代的文化 我们也不能去塑造的文化 我们就是一个普通人 对吧 但是我们的视野可以跳出自己的文化 去看文化 从上帝的视角去看文化 从第三者 旁观者的方法去跳出来看文化 而不是一直活在自己的文化中 我的文化有优越感 我的文化有优越性 看我多牛逼 我有五千年的文化 我的文化很厉害 我们要知道文化是怎么来的 同时要知道自己是谁 社会文化与我这个个人 有什么关系 我如何去用文化 文化是我 我是文化 我还是我 我是不是一个人 搞错了 再来 我是个人 我还是个代价 这是我们自己要思考 原始社会中的魔因是渐变 是一个群体为了生存 为了活下去 而形成的一种部落文化 近现代社会中的人类 形成大团体以后 其实生存问题 他们完全解决了 整体现在的文化 就叫精英文化 也就是掌权着的文化 他们一小群人 为了自己的小九九 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们对社会开始加以引导 甚至叫指导 近代的文化 也就是那么 以几个人 小组织的人的 思想意识形态的文化 而不再是生存的文化 但是我们自己要知道 我们在这个文化中 我是谁 这个文化中 虽然有很多我们所不能理解的 但只能接受的东西 但我一定要知道 我是一个独立的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